打五根链的时候 打硬杆 中杆 白链都是转的 十字里边都有 左偏移还是右偏移 还是上 往右 往右 这个我建议还是从站位上 你来试一个 打一个看看 我刚才看了一眼 从后面看 它皮头 你再打一个 它皮头瞄主球没有说 很明显的偏移 它是在出竿的这一瞬间 把这个杆的方向 带到右侧去了 你尽量下额 胸 后手 三个支撑点 都给它支撑稳了 稍微后手的虎口压一点球杆 对 胸部贴住 下额顶住 慢点出竿 不着急 还是转 转的 转转转转 再来一肝 来拍几瞄 偏右 再往回调 不是后走的问题 是皮头跟主球的关系偏右了 很明显 在这块 在刚刚你瞄的这个运竿手在这儿 在这儿这么运的 最后往前一出竿 到这儿去了 这就是那个出竿的一瞬间 走步位移 位移的幅度比较大 那很正常啊 你的走步 这样一位移 看球杆 它自然的就会这样过去了 打着左扇 对啊 但是你稍微是有一点点 就是说 这个在击打这个球的时候 你稍微偏这边来了 中心点 可能跟那个站位的角度 和那个头的主视眼 也有一定关系 这个虎虎的地方怎么放 对我刚才来讲 其实很简单 根据你自身的身高之后 把你的手臂 垂直于大概一个90度 那么我是全卧室的 也就是说 名牌朝上的话 我的手是正常的握住 虎虎需要加紧吗 正常的握住 这里需要加紧吗 不需要 对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球 有风机可以吗 我个人建议 不要有太多的缝隙 让每个手上的 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皮肤 都跟球杆有一个体会触摸 这样的话 打起来会更踏实一些 有的时候是 打关键球的时候 就是虎口 就贴得很紧 有的时候 对 简单球的时候 中间就是缝隙 就是这里 不自然的球杆 就掉到下面去了 因为我问过很多 这个现在斯诺克的 世界级的实践选手 他们都有一个压杆 压虎口的一个习惯 在打关键球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压杆的 对 在关键球的时候会这样的 但你不用每个球都那么压 很轻松的推球了 一点了 这种球都不需要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我个人练五分点的一个心得 那么很多职业选手也好 包括要者 每天都会练 有的练一百个 几百个都会练 我认为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方法 比方说练五分点 拍去 拍好了 你之前可以做运杆 运好杆的不动 心里面默念十秒 一 二 三 到第十个数的时候 拉杆 把这杆打出去 一定要十秒 不是说自己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到十的时候 一定要按秒数来算 一 二 三 到十的时候再出杆 每天成功十颗 这是第一个 这种方式呢 用 我相信啊 你们可以跟我打赌 一个星期 我保证你们 水平都会提高一个段位 只需要一个星期啊 就是每天成功十颗 成功十颗啊 拍去 动作摆好了之后 这是第一项 五分点第一项 拍去瞄准了眼睛 盯入目标球 心里面默念十秒 十个数 到第十个数的时候 直接拉杆打出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样的 在拍去过程当中 你的眼睛睁开 瞄准了之后 把眼睛闭上 之后运杆 一 二 三 运杆三次 或者是可以说 没有信心的话 可以运杆五次 就是说 先睁眼睛 把球 把杆运直了 运顺了之后 把点看准了之后 把眼睛闭上 再尝试运杆三次 因为我们在睁眼的时候 只会关注前面的目标球 和足球 和这条进球线 那么把眼睛闭上 你们去体会 体会什么 体会你们在运杆过程当中 是否 心飘了的时候 我们杆是晃的 只有心沉稳下来 包括你把眼睛闭上 默默地去想 后手的运杆的整个的一个感受 那么大概在三到五次 你们都按自身的运杆去来调 完了之后 把眼睛闭上 这样运杆 完了再拉杆 打出去 一样成功十颗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比较简单了 第三种我管它叫做 一个空间记忆的一个方法 包括你们出去的 都可以做到的 哪怕没有级别的都可以 看一句答复分点 瞄准了之后 把眼睛闭上 把头侧过去 球杆可以挪开 那么这里面关键在哪里呢 我刚刚描好了这个点 我已经把这只手臂伸直了 之后我要不看 再回到初始的 就是原来的这个空间记忆 完了之后再尝试 运杆打进去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 因为你们的肌肉记忆 手臂的记忆一旦成型了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第三种练习方法 可能最后一种 是最后需要 你把前两种都巩固了之后 拿这个去实操 可以就是属于 那个考试的这种 你前两种可以反复地练 一个是练前面的一个 瞄准的集中力 后面是练出竿的稳定性 第二个 也就是说这两种练习方法 五分点 要区分开 抬球无非就是 我瞄准的集中力不够 因为可能咱们平时打球 打一会儿就会一会儿来个电话 会有什么事儿 分散你的注意力 所以说通过这种十秒的 这个练习集中力的方法 去练习一个星期就够了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 咱们很少去 关系到后手 到底是什么情况 把眼睛闭上深深地体会 你的蕴杆的这种节奏感 把这两种给它找熟了 其实球应该会很容易提成一块的 谁 你的重心 来 下来 其实他身高 但是他的站位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从后面看 侧边看 都是非常标准的重心 就在 真的是中心了 重心就是在中心 对不对的 非常舒服 左右腿的和上半身的整个均衡的拍 非常舒服 没有说向左边倒 向右边倒的 有点感觉不到重心 整个人都是在空 因为你在中心 所以说你没有说偏向于某一侧 或者左腿或者右腿上去倒中心 你是很均衡的 正好给它拉开了 这个均衡 这儿都在支撑着 正好是在他们的中心 这我认为是标准的 非常舒服的 而很多人错误的 他们为什么会把重心调到一侧 调到左腿上来 或者调到后座上来 舒服呀 这样不累呀 然后说这样打球的话 我这样往后一坐 感觉特别踏实 而来或者是调到左腿上来 整个偏移的话 它有一个前面依靠 这只手一啪就依靠 感觉也很舒服 能调到中间来是很难的 你算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站位了 最后硬杨杆 拉杆那一家 感觉陈大臂或者说有管的 我首先我正确的去解释一下陈大臂这个事 陈大臂没有错 包括很多人 不管是奥撒利文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陈大臂 因为他们要求球的完整性 并不是说像传统的斯诺克那种 我必须每一次拉杆 传统的 我必须停到这里来 很多球你停到这里来 你叫不到位 力都打不出来 所以说需要相应的对应你的想要的效果 比方说这个十三你打了之后想低干拉一裤 你不陈大臂的话你打不出来这个效果 就是很多人陈大臂就是说有一个错误的习惯就是什么 他觉得我沉了 他沉到没沉到点上 也就是说比方说现在这样 这样就沉了 他到这 他感觉这下来了就不对了 赶紧就把力给收住了 就是说尽量的不要把力给收住 我们要陈大臂 你可以缓慢的去练习这个动作 要彻底沉下来 完全的你把这个陈大臂 要沉成一条直线就OK了 都有的 尤其是发力这个原因分很多种 包括你的出干速度 你的机球的节奏 你的打点 你的出干是否值 这些因素加起来很多 才导致的你看似很多职系选手 他们感觉力很轻 就打出很通透的这个效果 其实他们从这个站位上 瞄准上 出干上 干法上 包括还我说的那些细节 它是一个 台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 它不可能说因为 我某一项指标够 就能达到是世界顶尖的水平 它都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所以说一个好的发力在于 你这杆球 你的预判是否正确 比如说这杆球 我现在去打中带 我去叫这个位和叫这个位 也是两种不同的发力 那么去叫这个位的时候 我要低竿把力收住 也就是说出干这一瞬间 我就要收住才能停到这 而我这杆球 我要撞裤起来 叫五号位的时候 我就要把这个力往前出去 把动作打出去 就像我来讲一下 它来做个示范 那我要打它一拳 这样打它一拳 我不会说碰到这里面就停了 对吧 它是有出杆 出拳会有一个惯性的 对不对 抬球也是一样 那我们去打一杆球的时候 到这就停了 你疼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说我们在击球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这个出杆的力打完整 不要说打到这就停了 别人也不疼了 对不对 这是我强调的出杆力的完整 专注度不知道分成哪 有时候这个球 专注度就进球上 然后走位就很粗糙 就是在控球上 那个球就可能打破或者打包 他刚才说到专注度上 就是职业选手 为什么跟业续选手之间的区别 在哪里 在于成功率或者失误率上 同样一颗球 现在你来打13 职业选手打10个 可能进9个 8个或者10个 你打可能进5个 6个7个 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这个之间 这个成功率也好 或者失误率也好 就在这里的 就是台面上任何一个球 我相信大家打10次 100次 1000次 1万次准能进 但职业选手 他们进的成功率高 他们的熟练度够 他们的对场的经验 和使用的相应的干法 发力 站位等等的因素 综合体比他们更好一些 那么刚才说到专注力上 那么在比赛当中 你很多的时候比赛 因为某一杆的预判的失败 导致你整局 整场比赛的失败 现在的比赛还多 在早期20年前 30年前比赛 一年有个一场半场的 你出去一次 因为你一次大一 这一年比赛都上市了 就没有了 所以说大家特别珍惜 每一次的比赛 而现在比赛多的话 他们主要训练的 就是这个专注度 因为包括西金斯来讲 西金斯跟你打球 跟咱们大家打球 跟我打球 跟谁打球都一样 他们遇到了该防守的球 绝对会防守 平时玩 不赌钱 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平时怎么做 该怎么打节奏 用什么思路 比赛的时候还会这样 不会因为 一看你水平弱 业余选手 我随便跟你玩几个二宝 我把球炸散 他不会这样去做的 他这样一做的话 比赛的时候 可能就收不回来了 那种状态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态度问题 包括刚刚 我说的那种训练方式 一是练你的机动力的 第二个就是说 通过平时 一些日常的生活 都能提高的一些 那么我在这里面 再讲一下 我怎么把台球 融入到生活当中的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应该都看过 以前童龙记 张无忌对 那个玄冥二老 玄冥二老那一段 那么他不让使用 自己的那个本门的武功 完了之后 张山峰就现场的教的太极 这边边教的 他边挨打 完了问他学多 那个就是吸收多少了 明白多少了 他说 第一次问 好像是学了一点 第二次全忘了 台球也是一样 比方说 我现在来教你打台球 我教你的东西 你是被动的 因为我要你怎么调 这杆球怎么打 你是听我的 但是等你吸收了以后 这个东西 要融为你自己的 台球 必须得有自己的东西 包括早期国外的 那个职业球员就说 中国的台球没有创造力 中国的球员 都是去模仿 传统的斯诺赫的这种打法 很缺乏创造力 像奥萨利文 像特罗蒙普这样的 有创造力的人 所以说 咱们的台球也是一样 争取的就是说 你学东西没问题 你学百家 学更多的都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 有你自己的东西在里 你用你自己去把学的东西 学完里揉 揉成自己的 对对对 这是刚才讲 倚天东东记 什么社团人传里面 红旗公教 教那个郭靖 降龙十八掌 我看的是 邵氏那个 最早那个版本的电影 上去一拳 教完了之后 人家红旗公 把那个树震断了 然后让那个郭靖 上去来一拳 他跑过去 双一拳 树叶都没掉 这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讲发力时机 这里面我从中悟到了 就是说 他都没有准备 他看到前面 让他打了一个树 他就直接冲过去了 去打了一个树 那么他之前的 所有的准备动作 发力的时机 节奏 什么都是乱的 只是一股蛮劲去打 包括冲球也是 那我们 包括比 咱们冲球 郑宇博 冲球好吧 我相信咱们体格上来讲 比郑宇博好的人 大有人在 利益比他大 为什么冲球好的效果 这就是我觉得 就是综合的因素 最终导致了发力的 最终的爆击点 没有突破出来 也就是说 发力的顺序 节奏 包括这个时机 都没有掌握好 做的是 读